徐老师你知道清明节北京这边叫什么话题吗 不知道 那时候我正在河北 我就回家看父母清明节 他们给我发信息 说现在是生在北京葬在河北 我说把我们家当坟场 我们家当坟地 生在北京葬在河北 这早出现了 上海的老人都已经没什么希望能葬在上海 好多年前都是这样 所以最美好的时候 我父母就葬在苏州 你在上海你找不到一个好的坟场 早就知道这个情况 这好多年了 但是这次北京人家殡葬协会的一什么人出来说了 说你们不要瞎说 你们实际上是要求过高 为什么 谁说不能葬在北京 他说太夸张了 你要是每个人都要求你有一平方米的目的 那是难了 你北京多少人口 对吧 那玩意儿确实得到河北省都装不下你了 可是他说我们建成的好多一个格子一个格子 放骨灰盒的 但是都不满 你不肯放那 你不肯大家伙 不是 说这话的人他自个儿肯不肯放在那 是吧 它是有一种文化因素 因为我们认为中国人认为入土为安 尽管我们今天是火葬了 是吧 但是大家还是把骨灰盒埋在地底下 对不对 能够接受海葬和随便把这灰嚷了 过去有一个很难听的话叫错误扬灰 就说这不好听 所以中国人基本上还坚持自己的桑葬文化 就是入土为安 对不对 你说这入土还真是 我那天看见他们一采访 说北京一墓园 你知道价钱不同的 有的能给你一平方米 但是就告你没入土 就说就在地面上 扶头上给你可能垒一个水泥的什么东西 但是没埋到土里 埋到土里另一个价 你说这还真是 所以他你上墙弄成小格子往里搁 上墙 对 他就是那种 现在那种就简易的 肯定很多人心里是不能接受的 你记得前两年闹侯耀文的案子不就是暂时寄放在那吗 大家感觉这是一直还没有入土为安 最后还是入土为安 对不对 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人他是有传统的这种桑葬文化心理的 所以对中国人很有意思 过去和今天比 过去在人生两件大事 一个是结婚 一个是去世 去世上是花大钱的 今天是翻过来 结婚是花大钱的 是吧 你这些日子闹腾的 好像网上还有说几千万结个婚的 对 平均是几十万 平均是几十万 但是中国人在死亡上 今天的花钱是远低于在结婚上 可历史上不是 历史上永远是丧葬 是最大的一笔钱 红白喜事 对 而且你看看我们今天出土的 不管是说帝王的墓 还是百姓的墓 就是一般百姓的墓葬里有点财产的人 墓葬里都是很丰富的 为什么 它就是这样一种文化 中国人觉得死是告别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仪式 可你觉得这样一种文化还要延续下去吗 它延续不延续 今天实际上是在延续 清醒我扫墓了 我去了 我后来回来我还写了一篇文章 我说墓场人丁兴旺 每次去都越来越大 你知道吗 原来我给我爹选的一个墓场 还是很普通的一个墓场 当时选的 现在越来越大而且越来越贵 我觉得还是有很多控制的 我去打听就在北京 也挺远的 在郊区 开优都是 没闪截是吧 没有 当时已经就算出了北京城区了 都是很远了 当时很远 这些年路修的好 还开一个多小时 也挺远的 到河北差不多也就开一个多小时 这就有一条河 就是说河这边算北京辖区 河那边就是我们河北 两个墓园价钱差的很大 所以他们就是一和之隔 对 所以他要解决他的文化心理 对死人的一个尊重 包括我看到很多问题 比如说骨灰盒一百多块钱 坐着上来就卖一万多 因为在丧葬的地方是没法砍价的 他跟结婚不一样 结婚说你这酒席能不能再给我送俩果盘 什么干什么 你这赏党说买一股灰盒 说再给我送俩花圈 没人怎么谈 所以他在这上面现在又是控制着 就是说是民政管这个事 所以很多东西极其昂贵 我去看了 而且包括给你配那些花圈 那花圈说配多少花圈多少钱 结果那花圈不是给你的 对 公用的 公用的 就是换那两条 换那两条 给下一条有 叫人心里很不舒服 很不舒服 但是你从环保的角度了 你又没法指责它 尤其是花跟骨灰盒还在其次 最主要的是棺材 它不是去烧吗 你出来不是遗体告别都是有一个棺材的吗 那个价钱也差很多 而且明摆的就是一个放一下 放一下以后 它去烧的时候 它也不烧掉这个东西的 那么这个东西又是拿来用的 所以你买的时候 你就不知道它是第一次用还是有没有用 所以我看到这个地方 我看到这个细节特别郁闷 整个环节 我知道殡葬业赚大钱 对 你知道殡葬业不光说这个钱 殡葬业今年 这是报纸上公布的数据 今年就烧掉了 烧掉的这个东西 烧掉纸钱 你这烧这东西很有意思 烧小三 对 烧小三 烧iPad iPhone 就这些都有 而且它这个东西很有意思 我看完了以后 那真是气死电脑城 电脑城卖一个苹果的电脑 挣不着啥钱 有人说挣他们10块钱 但是卖纸电脑的 就烧去的这些东西 那一个卖500多 挣多少钱 比卖真电脑还挣钱 而且他特逗 富士康应该转 富士康转型 转型 我告诉你 而且你听了 这上面还有很有意思 它著名是 我这是特环保的 什么叫特环保 烧的时候绝对不产生化学物质 您烧一真的还不成 真的那东西都是塑料的 一烧 穿什么有毒的 环保低碳 环保低碳 先进理念 还有关键下面的数据特别重要 我看到那个数据 我就为之一震 今年清明节烧掉的纸制品 陪葬的 烧掉了超过我们电视市场 100多个亿 你想想 多大一个市场 这发死人才的 对 什么都烧 你要什么有什么 还有烧别墅 做的说特精致 什么都有 我在电视上看记者假装是要买这个东西的 说见旁边一对夫妻也是东北的 保安还有吗 保安前两天就卖完了 什么都有 你现在人间有的电视 什么都有 汽车 你要哪个牌子的 要多么逼真的 都有 烧了大奶烧二奶 烧了二奶烧三奶 这是 所以它是一个产业 你不要小看它这几天 你想这几天它卖出于电视市场的一个总价来 电视市场还让外国人弄走一半 咱说起来咱自己还没那么大市场 所以 这个数字是非常大 对 这过去真是就是说是谁 是李泽厚还是谁 不是说过一个吗 说日本民族是悲感文化 说中国民族他觉得是喜感文化 我觉得是有道理 我们这是弄这个丧事也是这种是宣泄型的 而且热闹闹闹嚷嚷 你过去要不讲什么喜丧什么的 但是听他讲的数字我就越发矛盾了 我就不知道 你刚才讲的一条 就是说这种文化要不要延续 而且你看它现在实际上的后果就是说巨大 巨大 但是人心是要有个去处 前面早就说过 因为中国人没有一个宗教 没有另外一个世界 而这个世界就是要靠子女繁衍 然后对祖宗的祭拜 我跟你讲 你去墓地 我每次我看了他的博客 我特别同意他里边的一句话 他说人生有很多想不通的事情 去墓地看看 想不通 是 我到了墓地最大的感受就是我看到男女之事 怎么能看男女 你看你男女在一起长几十年 短几年 你中间很多悲欢离合 很多爱恨交织 可是那都是很短暂的 将来你们得在一起 就在那一平方 你的名字永远跟他的名字在一起 对不对 理论上几百年多少年都在一起 比你的婚姻要长久的多了 所以我又觉得墓地是一个很神圣的地方 我这次去了以后就回来写篇小文这种感受 为什么 不能没有目的 对 他每个人去祭祀的时候 让你看着 你心里忽悠一下 为什么 他每个人往上摆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你觉得不就是个鲜花 摆两块点心吗 有人去做的饺子 为什么 肯定是他这人喜欢吃 为什么 我老婆出门的时候说 我得给爹沏一个咖啡 因为我爹到晚年的时候 特别喜欢喝素容咖啡 那咖啡让喝咖啡的人全都不齿 是吧 然后他就沏了一个素容咖啡 说每年都忘了这事 今年带着 就沏好了 带着 搁在那儿 然后他喜欢吃的点心什么等等 搁在那儿 然后他们在那儿说 我自个儿走开的时候 我走 突然看见摆着这么大 小孩喝的那种叫什么酸奶 我脑不清楚 都是儿童装的 我再一看那墓地 那孩子2003年生 2010年死 父母气血而立 你一看 你再有什么不平衡 七岁 摆上的食物全是儿童食品 你到点一看 你的头发就立起来 你看不到这事 心精神确实需要有一个归处 所以很难说这100多亿就是浪费掉 对 心灵的归宿 这个很矛盾的 我同意 从社会学角度来讲 从经济学角度来讲 这是个很大的浪费 可是人不能只是这么活着的 对 但问题是不管死的还是活的 现在的问题是人多地少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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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